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说我成故事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1966年 警员巡邏期间撞鬼的灵异事件 事情是发生在1966年的11月17号凌晨 第二天也都会在《工商日报》那里去报导 这一单的新闻报导之后轰动一时 而撞鬼的地方就是位于 港岛山顶一带的中峡岛 中峡岛在香港山顶的豪宅区 位置相当之偏僻 而据报当晚这一名姓章的警员 单独巡邏于这个中峡岛9号附近的位置的时候 见到一个穿着中式马姐装 穿着黑色褥的一个年轻女子 扑着在路边的一个城镇 警员见她年纪轻轻 但是又穿着女戎的打扮 而且大胆地在半夜那里单独去行走 她又觉得很奇怪 当她上前去查闻的时候 这个女子就慢慢转头望着她 在这个微弱的街灯的影照之下 她见到这一名女子披头散发 面容发指 七孔流血 并且目露而视地望着她 这个警员吓得连帽都跌在地上 就立刻跑回到她的警处 回到警处之后 过了整整一个小时 她都未可以正常地说话 当她说话的时候 她只是不停地大叫 不关我事啊 不关我事啊 而且她的身体还不停在地震 她跟她的同仆 说回整件事的始末之后 其他的警员去到现场的调查 但是就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除了这一次的撞鬼事件之外 报纸也都引述 原来在两年前 的一个巴士司机 也都在中峡道的15号附近撞鬼 这个姓李的巴士司机说 走经中峡道15号之后 望见对面有一个山坑 那个山坑那里 有一个男人 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 蹲在坑里面 他觉得他自己是撞鬼 到底这两件事是真有其事 还是两个人各自的幻觉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是真是假 就要你们自己去判断